放开我一只坏蛋 走 走开 让我出去 走开 殿下 奴才受服王的令前来救您出宫 可不想一步留神伤了殿下 你是老妖婆的人 我不信你一个坏蛋 你再大声点喊 最好呀 把人都给招过来 别动 你可悠着点啊 我那贴身婢女可知道我在这儿 我要是伤着碰着了 可能会坏你的大事 奴才有何大事啊 这大半夜的 能劳 肖长印还有皇后娘娘你们亲自动手 那恐怕就只有 先帝爷在世唯一子嗣 容王了 端太妃你可真是不省心啊 我才都有一些欣赏你这副罪恋了 既然您都知道 那女可就是能杀人灭口 还真叫人有些舍不得 你 你杀我可不可算啊 我刚过来的时候 见皇后娘娘的人已经搜过来了 你放心 我呢 是过来帮你的 你眼下多为难啊 你就放心地走 我这儿就去叫皇后娘娘 把她另回放一宫 奴才曹这行 那 我这就去了啊 哎 我不会分一宫 你说 你分了皇叔的令来救我 你要是有独自逃了 如何交差啊 交差 他再拖着你都自身难保了 交什么差啊 撤 听我的 别丢下我 想你了 父王走了 老要不爱死我母妃 人们都变了 我在宫里 一个能信任的人都没有 我害怕 要不然 你跟他走 是不是看着他也不像什么好东西 信不过呀 巧了 我也是 走 给你看个东西 这张叶子牌送给你 熊王 身熊太子 气能 打拱枯包 人生在世 就像是玩牌 当你身陷困境 什么招都用尽了 旁人的底牌你也看不清 这个时候呢 不妨赌上一赌 试着去相信 那张唯一能够让你翻盘的那张牌 我能信你吗 奴才答应殿下 定会护殿下周全 应该是 我离开了 我离开了 感谢观看